好 另外回歸到獎項來看 今年金馬獎的最大贏家 就是這兩部電影《陽光普照》 還有《粉校》所拿下 《陽光普照》涌奪了最佳劇情床片 最佳導演獎項 《粉校》則拿下了最佳新導演等等獎項 兩部都橫掃了五項大獎 也把獎留在台灣 最新的消息來關心 新北市華江水門之內 今天聚集了大約有16輛的機車 原來呢 他們一群人 先前就發生了口角互看不順眼 因此直接糾中談判 沒有想到兩名少年就遭到拿西瓜刀給砍傷 接著一大群人一哄而散 警方後來以車牌追人 帶回了14名的嫌犯 在新北市共僚 龍洞灣岸邊 有一名住在盧州的釣客 原本跟朋友相約垂吊 沒有想到人卻失蹤 就擔心這一名釣客是被大浪給捲走 朋友也立刻報案 不過經過了海陸空 一整個晚上的搜救 終於找到人了 但也已經明顯身亡 好 昨天晚間 今天你有首在電視機前面 來關心這一場電影界的熱鬧順勢 金馬獎在昨天晚間熱鬧登場 其中最受大家關心的影帝 還有影后寶座獎項 來自馬來西亞的演員 楊燕燕脫穎而出 奪下了最佳女主角 另外演員陳以文靠著電影陽光普照 裡頭金針的眼鏡 奪下了最佳男主角獎項 當然每一年的金馬獎 也要來關心紅毯上面漂亮的星光 今年的紅毯第一美是由演員楊貴妹 她總拿下證明姜還是老的辣 因為評審仪式地認為 楊貴妹一出場就有影后的氣勢 至於入圍新演員獎項的蔡佳音 則穿著棉花糖女孩在紅毯的最佳示範穿著 所以被評審認為獲選為紅毯的第二美 看完了美麗的女明星 當然要看帥氣的男明星 紅毯第一帥是誰呢 評審仪式通過是頒給永賴正銘 雖然她穿的是黑西裝而已 不過性結上看起來非常有質感 另外男星吳康仁可以看到 穿著灰色的西裝打扮 雖然同樣也穿出了質感 不過評審認為 小腳之下少了這麼一點驚喜 所以被認為是今年的紅毯第二帥 而今年的金馬獎金光大盜 則是由女明星楊千佩接下了主持棒 並且她的搭檔是以電影陽光普照 入圍到金馬獎男配角獎項的演員 劉冠婷 所以今年的金馬紅毯上 也依舊非常熱鬧精彩 以下的提醒千萬不要酒駕 沒有想到今年二月農務委會 這一名技師公務人員 還是酒後騎車上路 台北有一名單親媽媽 三個月前在臉書上面交友 總共網列了六名外籍男子 擔任貴姊的女姐時期 他晚間十點多下班之後 就跟朋友約在這個巷口見面 沒有想到遭多名帶安全帽的男子 強行爐上了轎車 一旁的路人以為是綁架案 下得立刻報警 警方接獲報案不敢大意 鎖定了轎車沿路釣魚監視器 確定人就來到了這家汽車旅館 多名警力要進入裡面來救人 沒有想到進去後發現 即是一場烏龍 同樣也是要來想一下 幫陌生人來擦眼淚 可能會失上法律責任 像之前這個女子和男朋友吵架 賭氣之下大半夜的跑出門 苗栗海岸昨天又出現了一隻死亡的鲸豚 疑似是因為氣候變遷所導致 即將迎接新年 新竹還有宜蘭消防隊 紛紛推出了今年的猛男月曆 這一次還特別找來的是美女 美女消防員一起來合拍 他們穿著運動背心小露滿腰 讓今年的消防月曆更有看頭 提醒你如果騎這一種電動自行車 是一定要來佩戴安全帽的 因為心智在10月就已經正式上路 金北市永和則發生了一起單車的切案 有一名17歲的少年 將價值有4萬左右的公路單 出道有21年的歌手徐懷玉 當年的第一張專輯創下了 百萬張的銷售量 最近他上了大陸的綜藝節目 再度演出當年的招牌歌曲 勾起了不少歌迷回憶 而現在進入到網紅的時代 韓國有不少網路紅人的粉絲追蹤料 甚至比已經出道的歌手演員還要高 下這一名呢 另外有網友則分享了這段影片喔 看起來這個爸爸滿壞的 家裡頭爸爸呢 站在場開 通常看到的我 可能覺得有點看不清楚 有點模糊 並不是因為我太夢幻了 而是因為我在林口市區這邊起了大霧 大陸的金雞獎今年是和金馬獎大壯旗 而金雞獎的現場佈置也曝光 迎來了網友一陣吐槽 我們就來關心昨天晚間金馬獎頒獎典禮 也已經熱鬧登場 今年的開場表演是由李千娜擔任影演 重現電影返校的場景 不過旁白就出現了這麼一句話 說技術出了問題 電影不能放映 似乎直接在吐槽大陸 而今年金馬獎的得獎名單也出爐 其中最佳男配角獎項 是由演員劉冠廷 憑著電影《陽光普照》而讀下 至於挺著9個月運度的演員張詩盈 則抱走了最佳女配角獎項 另外桃園警方則進行了大掃蕩 針對之前年輕男女 吸食笑氣致死的事件 加強領解旅館 並且偵破了多個暴力集團 這些成員要不到保護費就破七 甚至對空鳴槍行徑相當囂張 這時候發生了嚴重的車禍 傷勢嚴重到腳趾頭被截肢 照尸駕駛已經談好了賠償金 不過還沒有拿到錢 追一名照尸駕駛正知不理 讓家屬懷疑駕駛是假和解 企圖想要拖過6個月的提告期 查播最新的消息 在高雄街頭竟然有人亮槍嚇人 今天凌晨男子因為發生了車禍糾紛 跟對方約在路口談判 後來因為破局 他回到了車上拿槍 對方擔心會有危險 立刻奪槍 男子在趁亂開車逃逸 警方來到現場發現原來是一把玩具槍 衝到美式大賣場買了羽絨外套 買回家才穿不到10分鐘 竟然不斷地有細細的羽毛飛出來 還沾美他整件內搭背心 其他的業者看到也說 原來價格比較低的羽絨外套 內裡恐怕只有一層而已 所以羽毛梗才會穿透出來 昨天晚間金馬獎熱鬧登場 其中最受到外界關注的影帝和影后寶座 來自馬來西亞的演員楊燕燕脫穎而出 拿下了最佳女主角獎項 另外演員陳以文靠著電影陽光普照 精湛的演技則奪下最佳男主角 而今年金馬獎的最大贏家 就是兩部電影陽光普照還有返校拿下 陽光普照勇奪了最佳劇情長片 最佳導演獎項等等 至於返校則拿下了最佳新導演獎項 兩部電影橫掃了五項大獎 也把獎留在台灣 而就在台灣金馬獎舉辦的同時 大陸電影甚至金金獎 今年也是同一天舉辦 等於說壯齊了 戶別苗頭的意味非常濃厚 一開場則是由藝人歐陽娜娜現身 包含了其他台灣演員 像王大陸 霍建華 則和大陸藝人同框走紅毯 請到來話題起來關心 這一家飲料名店真的驚傳歇業了嗎 之前我們才獨家報導 台北公管商圈這一家知名的黑糖壯奶老店 陳三鼎 怎麼會驚傳歇業的消息傳出呢 因為就被發現 怎麼已經兩個禮拜都沒有開門做生意 讓父親包含了鄰居 還有常常上門來買的客人都覺得蠻奇怪 我們現在再持續來追蹤了解 有民眾透露一次是陳三鼎老闆的家庭出現了 感情糾紛才都沒有在營業 不過目前為止店家包含了臉書外門口 都沒有看到任何的公告 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此要吹起熄燈號 態度非常低調 而至於真的確定要熄燈的則是不少人的回憶 金華城在月底就要關門了 為了要回饋消費者特別推出了最後營業日的活動 當天免消費可以抽最高1萬塊的購物金 至於呢還有這一家在百貨公司的隱城 過去生意一直都不錯 也希望跟客人珍重再見 所以呢祭出當日的優惠 看電影只要88塊 另外也是喝酒之後 今天凌晨3點多 這個男子酒醉經過了新北市戒指 竟然涉嫌來動手砸車 而球砸了範圍一路還從133項砸到了129項 結果總共造成有25台的機車 遭到他踹倒 順著我們來看這一個畫面 是今天凌晨的最新畫面 有一台汽車 大家喜歡吃的東山丫頭 您知道創始地點是在台南的東山 當地還有東山丫頭一條街 原來呢為什麼會發機的 是早期有攤子在酒家前面賣滷味 老闆的滷味是先炸過再來賣 加上呢因為丫頭相對比較便宜 成為當地工人最愛 才讓東山跟丫頭密不可分 其實呢在台灣加盟連鎖店的生意這麼多 各種小吃店都在拼連鎖 沒有開放加盟的店家到底是如何生存的 來看在台中有許多老店就不走加盟 靠著家傳古法在歷久明星 仍然是在地的人氣網 而如果你喜歡吃海鮮的話 來看這一些海鮮怎麼會從沙灘上被挖出來呢 最近網路流傳的這個畫面 民眾是在沙灘上 還有呢也是要看仔細 最近有一名日本網友在網路分享 他在動物園的企鵝區發現了一起炸欺事件 因為前面市的環樂耶誕城 在週末舉辦耶誕活動挖寶區的活動 邀請市民來到跳腳市場選購二手好物 發揮愛心做工藝 想要聽氣象 這雨神封號的歌王張俊騰最近也在報 最近呢他幫大陸的氣象局拍了形象宣傳片 化身成為氣象主播 看得出來打扮蠻正式的口齒清晰 也呈現專業的形象 短短才一分多鐘已經吸引了不少粉絲關注 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在時隔了38年之後 再度要訪問日本 而他也在泰國飛往日本途中 分別向台灣香港和中國致意 最新的消息有一輛連結車滿載冷凍如品 今天74點多在國道1號北上苗栗路段翻覆 此情疑似腳骨折一度受困 還好救出送醫並沒有大礙 不過也造成了乳品散落在車道 影響交通 目前詳細的事故原因還要進一步調查 另外最新的消息 台鐵自強號列車前天晚上 在台中的一處平交道撞上了一台車 造成女駕駛因此受傷 不過呢有人看到了畫面表示 女駕駛是在柵欄升起才通過平交道 主因是平交道的柵欄故障才會釀貨 對此台鐵局也發了新聞稿道歉 表示會負責相關的醫療和損失費用 大陸有一處百貨商場突然一樓的天花板大面積的崩塌 現場包含了香港反送中運動以來 第一次的民選活動 也就是區議會的選舉在今天登場 這一次投票就被視為是香港反送中之後的民意測試 投票時間長達有15個鐘頭 香港各個區域也已經高度戒備盛防暴力事件 我們也在香港觀察到投票所罕見出現大排長龍 目前香港最新一起來看 好的主播各位觀眾 因為今天呢是香港的區議會選舉 那麼不到7點半的時候 其實這裡就已經開始排了很多的民眾 來到現場大排長龍的排隊 其實在過去香港向指標 而今天的選舉將會從7點半一直延續到晚上10點半 好的主播各位觀眾 因為今天呢是香港的區議會選舉 那麼不到7點半的時候 其實這裡就已經開始排了很多的民眾來向指標 而今天的選舉將會從7點半一直延續到晚上10點半 超達15個小時的選舉 我們會持續在現場為您守候 好 昨天晚上今天你有在電視機前面 守著這一場電影界的精彩盛世嗎 金馬獎在昨天晚上 今天晚上有在電視機前面 而今年的金馬獎最大贏家就是這兩部電影 陽光普照還有返校所拿下 包含了像是電影陽光普照 涌奪了最佳劇情長片 還有最佳導演這一些大獎 另外呢則是返校這一部熱門電影 則拿下來最佳新導演等等的獎項 兩部電影都橫掃無相大獎 也把獎留在了台灣 金馬獎的頒獎結果出爐 其中最受瞩目的當然就是影帝還有影后寶座 這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演員楊燕燕脫穎而出 奪下了最佳女主角獎項 上台致詞的時候提到恩師她不免淚崩 坦言說真的曾經想要放棄 不過也說會繼續堅持走下去 另外在男主角獎項則是電影陽光普照裡頭的 演員陳以文 她精湛的演技是導演出身的 首度以演員提名就奪下了最佳男主角的獎項 另外對台灣民眾來說 中歐的小國斯洛維尼亞恐怕蠻陌生的 不過他們在2004年加入歐盟之後 積極地推動觀光 也讓這一條已經荒廢永久的鐵路 變成結合歷史和自然美景的觀光蒸汽火車 天吾 天吾 幹脹 印刀 幹脹 明日 由 實在 之 雖 明日 二 雙 雙 雙